感谢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馨 今天是正月初期 正月初期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的人日 传说女娲娘娘为人类的始祖 在第七天造出人来 因此阿汉民族把正月初期这一天 看作是人类的生日 一些地方在这一天会吃面条 意味着用面条缠住岁月的双腿 取长寿之意 也有吃拉混面的 意思就是过年时 大家走东串西的心都野了 吃了面把心收回来 人日一过准备开工了 的确在中国大陆 人日如果完就意味着要开工上班了 一停上班大家都不开心了 那我们趁着新年长假期的尾巴 来吃一个瓜 吃什么瓜呢 来吃恒大许家印的瓜 星期四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出现了一篇 特别耐人寻味的文章 文章标题说 许家印在看守所度过了第一个年 就在许家印都快被人遗忘的时候 这篇文章用许家印做了大标题 更怕大家把它给忘记了 这就有点意思了 文章说 看守所里的工作人员 任务很重 每天都要看着 怕许家印自杀 而外面则有不少人 是希望许老板能把一些秘密 带到棺材里 文章说 有传闻说 许老板在所里牙关挺硬 对几个关键问题是沉默不语 那都是什么问题呢 文章还真列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的保护伞是谁 第二 你获得的巨额贷款 转余计资 谁给你提供的帮助 第三是你利用的歌舞团 拿下了哪些重要人物 许老板在中国曾经是叱咤风云 没有后台的大佬帮助 显然不太科学 那至于歌舞团 游艇会的作用 也是不言而喻 当年赖昌星的落马 就有不少关于厦门红楼的故事 房地产能成功拿地的诀窍 就是找资源抱大腿 文章还画了几句重点 比如 许家印是跟着大腿 大步流星 直上青云 但是一经落 万物不一定生 甚至可能是跟着倒霉 文章接着说 香港法院在1月29号 对恒大集团清盘 法官对恒大说什么呢 说的是 Enough is enough 就是对你们忍无可忍了 恒大无力偿还债务 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恒大一旦被清盘 最受影响的 就是600万恒大烂尾楼的业主 当然 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运气 但是在这漫长的消亡中 倒霉的可不仅仅是耗尽所有积蓄 换来的仅是烂尾房的业主 作为烂尾房的业主 最大的希望 就是指望政府能够接盘 慢慢消化 确保这些烂尾楼盘得以完成 两年前 恒大暴来之际 市场上都在问 下一个会是谁 但是现在 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 剩下的还有谁 此外 还有围绕房地产上下游 无数要不回钱的供应商 金融机构报公投 文章用了一句话总结 说是 当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时候 后续的震荡 已非人力所能控制了 所以文章给出了一个 略带有威胁感的问题 文章问道 这个年和恒大有关系的人 过得好吗 那这些所谓的和恒大有关系的人都是谁呢 文章还真给出了一点提示 文章说 恒大早年的高管都知道内部有一个恒大宝典 这是一个用意大利牛皮做成的箱子 里面装满了金币 银币 逢年过节 许老板都会带着陈年茅台和恒大宝典四处奔走 不过今年过年 待在看守所里过年的许老板 就没办法给一些大人物送礼了 手下的人也没办法给他送礼了 文章最后说 许家印们得以报复是这个市场畸形的表征 恒大已死而万亿债务仍在 希望手持市场权柄的人能够顺应规律 不善权 不为一己之私而卖家国未来 那至于许老板呢 可以在中国新年基金把自己的历程写下来 给中国人看一看 那这篇文章无论是内容还是语气都很有意思 一位了解中共体制的做投资的朋友说 一个方面看呢 这就是一个市井是恐吓 因为许家印恒大这个事没完 吃瓜群众没见到人 所以瓜还得继续吃 而主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房地产打压结束了 后边不会有大动作了 那么下面就是看这些房地产企业 出事的也好 没出事的也好 跟中共怎么去勾兑了 因为中共当局给出了救市白名单出来 被列到白名单上面的就得救了 就相当于上了一条救生艇 就有机会活下来了 上不了这条船的那肯定是死定了 恒大许家印你在看守所里头 恒大呢 香港恒大地产倾盘 这种明显的指示性 投资人是能看出来的 当然这是投资界朋友的一个看法 那么观众朋友们 您对这篇文章 您是怎么看这篇文章的目的呢 我们可以当做新年啊 当个解谜 大家都来猜一猜 因为的确许家印这个事 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因为很多人都想知道 同时会不会是放出个消息 来敲山正虎呢 按照文章原文的字面意思啊 就是许家印现在啥都没说 暂时还没把你们给供出来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不管你信不信啊 我是有些怀疑 许家印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那我就问了一位 中国大陆商界的朋友 他说啊 中国大陆政商两界的老油条们 怎么可能相信这番话呢 肯定是不相信的 他们一定是反着听 那就是现在啊 肯定是想到就是完了 许家印已经说了 已经供出来了 那供出来之后 他们会有什么担心呢 就是要收拾他们了 要抓他们了 该抓他们了 那看文章提到的三个问题啊 许老板在中国大陆曾经是叱咤 风云 没有后台大老棒棒 显然不符合科学 这句话是真有点意思 问许家印的问题 作者怎么能知道呢 许家印咬紧牙关的这种细节 他都知道了 这都属于严格保密的东西 他怎么能把审讯的过程 甚至审讯的结果告诉你呢 所以这位商界的朋友认为啊 不排除这是通风报信来的 也不排除是把水搅混赶紧跑 但是这些人要跑 就会越快的暴露 你只要一跑路 中共就下手抓人 他说反正中共这些官员们 都特别狡猾 抓人的狡猾 要逃跑的也狡猾 就看大家怎么玩这个游戏了 中共公检法这帮人啊 他们经常说一句话 是什么呢 就是此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他们都会用这种话 来描述对方的思维 那我们也继续看中国新年之后 恒大许家印这个事会怎么发酵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 地人政治的话题 昨天我们报道说 在西方主导去风险 都在撤出对华投资之际 德国对华投资竟然逆势增加了 这让市场很惊讶 消息出来的第二天 就有媒体报道说 因为中国生产的零部件 涉及了强迫劳动 德国大众汽车数千辆豪华车 被扣留在美国的港口 两个消息是相继被爆出来的 这样的情节也太具有戏剧性了 简直是现世现报的版本即刻上演 那之前我们有提到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虽然德国政府此前呼吁德国企业 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但相关数据仍凸显了德国企业 继续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担忧 那此次德国大众汽车的零件事件 正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与德国最大制造商的业务重点 发生冲突的最新的一个例证 我们看到大众汽车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其退出中国新疆地区的合资企业了已经 华尔街日报也对此做了深入的报道 报道指出 在有新证据表明 德国汽车制造商与中国迫害 新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指控有关之后 大众汽车是在2月14号表示 他已与在新疆的合资伙伴 就该企业的未来进行了谈判 随后大众汽车在当天晚些时候说 美国已在美国港口扣押了其数千辆兵力 保时捷和奥迪汽车 原因是这些汽车中 还有因在新疆使用强迫劳工 而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供应商 盛产的零部件 大众的发言人说 这是一个很小的零部件 他还补充说 大众正在改装这些汽车 并将它们交付给经销商 那大众汽车还说 将会对供应链中的每一个侵犯人权的疑点 保持警惕并展开调查 这个其实就很有意思了 这么一个小部件 怎么就被美国发现了呢 还扣押了数千辆车 可见美国在人权这方面 已经是盯上你德国大众 和一众德国的企业了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是说 这两件事情凸显了 德国大型制造商所面临的两难境地 他们一方面要保护并扩大 其增长和利润所依赖的中国业务 另一方面又要与在西方国家的责任做斗争 而这种责任越来越多的 伴随着如此庞大的中国业务 大众在新疆的工厂 多年来是一直备受关注 那这间工厂是由大众与中国上汽集团的合资企业 上汽大众负责运营的 在投资者以及德国还有美国政府的压力下 大众汽车在去年12月完成了一次对该工厂的审计 但是审计之后 公司声称没有发现侵犯人权的证据 那这个星期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 中国研究部主任阿德里安赞兹说 新的证据直接表明大众汽车与强迫劳动有关 这与一个独立于工厂的试车厂是有关系的 那大众汽车对这些指控并没有提出异议 而是说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 并补充说 大众汽车正在敦促上汽大众给出答案 大众汽车现在的情况就如同我们昨天谈到的耀明康德 资本似乎正在撤离 华尔街日报引述了德国最大的公共投资基金之一 联合投资公司表示 针对大众汽车的指控新的层面 意味着大众汽车现在对我们的可持续公共基金来说 不再具有投资价值 这表明了大众汽车在新疆的风险敞口 对这家汽车制造商的伤害有多大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恩怀登说 这几个月他一直在说 向美国进口汽车的公司需要了解汽车中 每个零部件的原产地 他还说他深感忧虑的是 一些汽车制造商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来保护他们的刺激供应商 不会使用强迫劳动力来制造零部件 对于加码投资中国大陆的德国巨头来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来自市场的压力了 上个星期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也表示 要很快玻璃在新疆的两家合资企业的计划 因为有新闻报道指出 该公司的合资伙伴参与了侵犯人权的行为 不过报道也指出 这并不意味着巴斯夫要退出中国 恰恰相反 巴斯夫计划到2030年在中国投资100亿欧元 相当于大约107亿美元 这如同经济学家所说的 说有证据表明一些中小型的德国企业 已经响应了去风险这一号招 但是许多大型制造商却在加倍重视中国的市场 我问了一位做投资的朋友 是怎么看这种现实现报的情节 他说重点还是在于德国企业对华的投资态度 大家都在唱衰中国的时候 德国反其道而行 这是典型就是你们撤了我来填空 所以这跟摩根大通高管最近的一个采访是一个思路 他说将中国视为不可投资将大错特错 但是网友拆穿了摩根大通的思路 说你就是为了掩护自己的撤退 德国和摩根大通的动作看似是相反的 其实反映了相同的心态 就是火中取利 想吃又怕烫 但是像德国这种明摆着就是 现在不管你是火坑还是黄金坑 我都要进去 我就是要赚这个钱 可结果是承担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和投资风险 这个风险是双重的 现在投资中国的话 政治风险已经是逐步上升 并且已经大于投资风险了 那投资人还认为 这次美国动的是大中汽车 其实是一个市井作用 这个市井作用是非常强的 因为从美国这边来说是正在忙着和中共脱钩 而作为盟友 德国你却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抢占我退出之后的中国市场 所以这让美国很恼火 就是给德国敲了警告 你不能闷着头挣钱 德国这几年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 一方面是体现在移民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欧洲整个对中俄的态度 不仅是经济上的依赖 即使在政治上都没有和盟国站在一个立场上 那今天无论是我们谈到的恒大许家义事件 还是德国大众汽车的事件 都还会有一个持续发酵的过程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